我剛發現我的兩分鐘忘了介紹我的名字 那我再介紹一下我叫趙直播 那你剩九分鐘喔 OK 沒關係 那你可以叫我小胖 OK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是兩年前去斯里蘭卡 那這一次我沒有要去 但是我因為覺得他們這個idea很酷 然後我想要幫他們來做分享 我沒有那一個耶 好 謝謝 大家那個前進一點 他那個小胖不會嚇大家 大家前進一點 好 可以幫我下一個嗎 他下一個 OK 好 斯里蘭卡他在哪裡 有沒有人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去介紹斯里蘭卡他位於哪裡 印度的南方 印度的南方 沒錯 他就差不多是在印度的南方 就在東邊一點點的一個地方 那印度又在哪裡呢 他其實在尼佛爾的下方 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印度 那斯里蘭卡他就位在這 他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可是如果講到斯里蘭卡可能很多人很陌生 那他是什麼地方 好像前幾年才冒出來的國家的感覺 他以前的名字叫做西蘭 西蘭紅茶大家有喝過吧 對 在那個我看到麥當勞他們用的紅茶茶葉 也是他們那邊出產的喔 對 然後我那時候買 我原本有想說要從那邊批貨拿來台灣買 因為 在台灣好像賣兩三百塊一盒 那我在那邊買放上台幣 差不多才一百塊不到而已 我原本有想來批貨一下 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 就是在遊戲區 這是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校園 基本上一定會有 盪球千 敲敲板 溜滑梯 籃球場 操場 但是在斯里蘭卡呢 就像剛剛Anderwood跟我們介紹的一樣 跟我講 跟我們講的一樣 欸 不好意思 他們就只有這樣子的一大片的空地 然後坑坑巴巴的教室 那下面是他們去年去的時候 自己買那個混泥土 把他們把這個坑洞全部鋪平 然後這個圍牆呢 也是去年去了志工呢 一筆一畫畫出來 那上面還特別去標示英文 為了要讓當地的小朋友去學會英文 你可能會想說為什麼要學英文 當地不是以前英國殖民 英文很好嗎 就像台東一樣 你覺得台東那個小朋友 有能力去學到好的英文嗎 是沒有的 因為當地失知的問題 偏遠鄉區 永遠都是獲得最少福利的那個地方 那就如他們 他們沒有變 他們的上課時間只能到下午的一點 因為太陽還在 對 不好意思 飛光用手 好 那這是我們那個協會 他們這次提出要去蓋的六項的建設 第一個是那個 我們就是剛剛有看到那個輪胎 蓋成的地鼠鎮 就是可以讓他在上面爬 跳過去啊 跳跳跳這樣子的一個遊戲去 氣場 然後第二個是敲敲板 再來是那種攀高的漁網 還有獨木 就是我們可以抓著繩子 然後這樣子跨過去跨過去的那種 還有盪鞦韆以及樹屋 那你可能會講說這個是 是不是到當地去買來 然後放在那裡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每一個細部圖 它都是我們去買木材 去買材料 我們一手就是去了志工 要怎麼形容呢 一手一手去把它打出來 把這個坑鑿出來 然後把它組裝起來 然後把它放在那裡 然後這邊自己去買水泥 做成那個水泥塊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淡秋千 讓小朋友可以去玩 那這樣子一個計畫呢 他其實就一定是需要錢 所以我想來把他們木這樣資金 因為我覺得說 今天如果我自己付了五百塊 我可能只能幫他輔助了五百 但是如果今天我把這五百塊拿來交點 我分享給大家 也許我可以獲得效益是 兩千、三千、四千、五百 對 然後你們也可以很放心就是說 你們捐贈出來的五百 捐贈出來的經費呢 他們每個禮拜一 都會同步的公布在他們的網頁 他們的網頁 你可以到這邊去搜尋 就是你可以打台灣世界青年自公協會 那這是他們的 就是如果你有醫院的話 可以批成這樣子 對 那我 台北有沒有那個分享的社群 有 那我之後要貼到那邊 就是如果有醫院的話 之後可以去 那邊去捐贈 那我接下來要回答就是 我剛剛有問大家的那個 國際志工看志工是什麼 這是我朋友他那時候 突然前幾兩天吧 我突然分享的一篇文章 他問說就是裡面常一講講到 國際志工 感覺好像很浪費錢 然後到國外要幹什麼 那我想問剛剛有沒有人去 喔 不好意思 那我先介紹一下 先講一下就是我自己 當過兩次國際志工 那我從一個 我覺得當國際志工 我從一個 我覺得當志工是浪費錢的人 變成說我很樂愛這個工作 我從這邊學習到很多 例如像我學會了責任 我學會靈機應變 因為我們在國外 我們隨時可能面臨的是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狀況 我們要怎麼把 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用原有的資源 達到我們要的效益 那這是我在做志工時 我的老師 以及我自己 給自己的三個信念 三部原則 我不會輕易的給予 我不會隨便的給小朋友 糖果吃 我會告訴他 有我的遊戲規則 你不照規則 你就是沒有獎品 那我也不會隨便告訴他說 我明年會再來 因為我 我不能保證 我一定會來 所以我不會告訴他 因為承諾他就像毒藥一樣 他會欣賞小朋友的心靈 小朋友每年都會 去問著下一批來服務的人說 那個哥哥怎麼沒有來 那個姊姊呢 為什麼他沒來 這樣子 那我也絕對不留聯絡方式 因為越養店的話 當然要養很貴 對 然後 明信片 他們 小朋友可能也記不起 他們買一包餅乾 那時候我去泰國 他們一包餅乾五塊錢 泰銖 對 那你覺得他們的零用錢 光吃餅乾 還有還有錢 能夠寄明信片給我嗎 沒有 好 最後我這樣說 就是 我剛剛問了 什麼是志工 有沒有人 可以 回答一下 就是大家覺得志工是什麼 你當然很有那個非洲的朋友 就是要去非洲的朋友 是 下面想 下面想 欸 就是 對 就是你們覺得什麼叫做志工 志工 顧名之義來說就是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那你覺得國際志工和普通的志工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這不能比較 因為幫助一個台灣人和幫助一個國外的人 得到的價值都很重要 但是我怕不算比較 那沒錯 我覺得他講跟我的理念很合 對 志工我覺得他就是志願的去做一件事情 那他跟義工不同 義工是有義務性的 就像我們的替代義 義銷 義錦 他們是有義務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 也許他們也是志願 但是也許他們不是 就像義務一 那什麼樣的國際志工 他出國比較厲害嗎 我告訴你沒有 出國沒有比較厲害 我出國到現在我多一台是350過不了 對 我們學校BM門檻阿公 我們不知道跟我們一不一樣就是 我們是350要過 國是勉強 好不容易才投過的 出國真的沒有比較厲害 但是就像他講的 我們做的那個意義在什麼東西 我們所能達到的效益在哪裡 我們應該去注重的不是 我們有沒有出國 而是我們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能為這個社會改變什麼 如果說社會企業 他是用盈利的手段去達到 去解決社會的問題 那我覺得 國際志工或者是志工 他就是以服務的方式 去解決社會所有的問題 社會的問題 對 那 嗯 欸 來得及耶 好 就我的介紹 我的分享到這邊 那 就 我等一下可能要提早走 沒辦法來跟大家去交 我們就先謝謝大家 謝謝